剛好我就想說分享一些美國生活的小細節也是不錯 就是透過這個影片做一些自己的紀錄這樣 那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是這個氣泡水 它其實長得很像氣水 那它其實是氣泡水 氣泡水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個 有著氣泡 就是水裡面有著像氣水的氣泡這樣 但是它是怎麼樣子 就是打二氧化碳進去 然後讓它有氣水的那種感覺 但是它其實是沒有 因為畢竟它原本的本體是水吧 所以它是沒有甜度的這樣 只是說它可能可以用一些人工的風味讓它變出這個 比如說這是西瓜口味啊 這個是什麼橘子口味啊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最近最新發現的 這個真的 這個真的不錯 這個可樂口味 沒錯 那今年其實 本來想說想不到感恩節這個黑色星期五 要買什麼東西 那其實前兩年 19年 19年 18年都有都有買的東西 那 其實我都覺得我每一年買的東西都是蠻實用的 然後也其實我買的東西都不貴啦 就是 但是是實用的東西 比如說第一年 這個18年 因為是剛來第一年 然後那時候剛搬到這裡 新的家 然後買這個電視 然後用到現在 我會覺得是很實用的一個家電這樣子 那 這個去年 因為去年 去年 去年不在 去年感恩節 其實前幾 前兩年的感恩節 我都不在綿瓦基啦 那去年 這個 2019年的時候 去了 Boston 然後 去那邊找一些朋友嘛 然後 就 這個 Friday 那一天 就跟 Chris還有Avelyn他們去 Town New Hampshire 那邊的 Outlet 那就買了 買了兩雙 這個慢跑鞋 那時候也是剛好 我的慢跑鞋快要掛掉了 然後 就剛好看到 哇這個好黑衣啊 這個 就是在打折 然後 畢竟黑色星期五嘛 然後就趕快補了兩雙 那 這個現在還在穿 然後都使用上功能正常 我覺得是 很划算的投資 那 今年其實剛好也是在 在當天 這個 就是看了一下 就才發現說 這個 在特價 其實這個東西我 我看了一陣子 因為我那時候之前在評估說 說 欸我 我到底是 自己 自己買一台 這個 氣泡水機來 來這個 這個破體了 就是 氣泡水機來 自己 自己這樣子打 比較划算呢 還是這個 買這個氣泡水 這一箱一箱的 那 但是 就是可能 可以買不同口味 但是可能就是 呃 這個 要自己扛回來 夏天當然沒什麼問題 可是冬天的話 遇到這樣的狀況 可能真的常常 這個扛來扛去的話 其實不是很 呃 務實的方式 那我後來算一下其實差不多欸 就是 我還蠻意外 就是 通常來說啦 就是 呃 機器這種看起來比較 比較 比較 就是有生活品質上面的 運用的話 感覺就是 會 會比較 呃 他的花費可能會比較 比較昂貴一點 但是其實算下來 欸 他那個 那個價錢就是 真的是很差不多 因為像這個氣泡水機 除了 一開始 機器的人算的價錢以外 就是算那個 鋼品嘛 算那個換二氧化碳 那個 然後你看他就是 呃 你大概查一下就可以知道說 他他這個鋼品大概可以 可以就是 呃 比如說一兩個月可以換 可以 可以打多少杯 呃 舉個例子 例子來說就是我查一下 這個SodaStream 他的一個60 60公升的這個 呃 的鋼品大概可以打60杯 那 60杯 然後大概所以他那個 60杯大概是多久 大概是 你說每天用的話 他是說他這樣算的 因為你是他是他這樣算嘛 就是一天一杯這樣 然後所以 60杯的意思就是說 大概可以 八個禮拜到九個禮拜 這樣子 這樣兩個月這樣 兩個月上下這樣 所以 所以你如果換算成這個一箱的話 那樣這樣算起來的價差差不多 對 所以 所以後來就覺得說 欸那可能可以 借這個機會來試一試 可能也是一個不錯的點子 所以 才有今天這個 這個我們這個 小開箱的影片出現啦 我們就 先來開箱好 等一下可能可以 開箱完之後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這個 這個小小的 這個 氣泡 氣泡水初學者的 這個 有一些經驗 這個 我也是試了很多 氣泡水 那這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我覺得 非常 推薦值得試 然後 如果採雷的話 也會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就是那個可能採雷 然後可能大家 就盡量不要試 可能會多花錢 這樣子 那好的 那這是 SodaStream 那 他這個 看一下 就是 他這個 他這個 包裝其實就 很 反正就是 Amazon買的嘛 就是 反正他們 今天是 UPS送貨的 然後 就還好他有送到 就是 以前UPS送的時候 都很常常 那個都要簽收 然後 我人不在家就收不到 好 好的 那他 他這個 他這個箱子 比我想的大 對 我那時候 就是 他有很多個顏色 然後 嗯 剛好 線上有貨的好像是 那個價錢都一樣 所以就是 黑色白色和 這個 天空藍吧 就那種很 很淡的藍色 那所以我後來就決定說 因為我其實我家大部分的電器都是黑色 所以就 就配配一個色這樣 然後 就是 讓他一個白色在那邊比較突出這樣的 這個 然後 像 他這個 他這個上面就其實就是有 有跟你介紹 就是說 就說這個 這個 氣泡水機 他其實是有一個氣泡水機 然後 加上這個鋼瓶 二氧化碳的鋼瓶 他就是CO2的那個 SodaStream的 鋼瓶 然後 他要附這個一個瓶子給你 這個瓶子是幹嘛用 就是說 因為 因為你這個鋼瓶裝進去之後 然後 他這邊這個機器下面 機身這裡有空間 所以你就是把 把你這個 他給你這個瓶子 然後你裝了 裝了這個飲用水之後 就拿來這邊打氣這樣子 那打氣 這個 這個 我記得我買的是按壓式的 所以 所以他上面就有 類似是那種 台灣有沒有有一些銀水機就是按壓式 那你就是 每按一次就打一次氣這樣 然後他是建議說 可能打6到7次氣這樣子 好 那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所以他這個 所以他前面有一個就是 就是這個 機器 然後機器以外就是這個瓶子 這個瓶子 然後瓶子 再來就是鋼瓶 這個鋼瓶有點重喔 然後再來就是 說明書 說明書 然後客服 客服電話 這個通常都不會 不太會用到 那所以他這個 就就如同這個訂購一樣 他就是白色的 他其實 他其實這個這個包裝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紙 這紙還蠻有紙 就是塑膠帶還蠻有質感 是那種柔柔的那種 柔柔那種紙帶 他不是那種 那種很感覺 我是覺得就是 可能 好有可能是我的錯覺 但是 我覺得就是買買這個東西 其實沒有很貴 但是他 他感覺他 這個用的這個 這樣材質的塑膠帶 感覺是比較精緻的 摸起來 摸起來是舒服那種 不是那種 那種 透明塑膠帶 那種很很很粗糙 就是那種 這個是滑滑的這樣子 好 這只是一個 開 包裝的小確幸 然後 然後 這個 這是他的瓶子 他這個瓶子 這瓶子材質 其實 我覺得就是 就一般的那個 恩 這是什麼材質呢 我覺得應該是 PU之類的材質吧 還是 PVC之類的 就覺得跟 就跟一般的水瓶差不多 那種材質 硬硬的 然後但是 就是沒有像寶克瓶這麼軟 這樣子 然後 恩 就很明顯 就是他 他這個 就上面有 就有寫跟你講說 這個 到這邊是 是多少的 這個 瓜特這樣子 那他這裡有一個分水線 那我想可能 他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可能打的時候 你大概水就是裝到這裡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鋼瓶這樣子 鋼瓶的話 恩 我想他應該是裝在後面這裡 對 他上面這裡有個按鈕 所以 所以這個 每按一次 按壓一次 就是他打氣的這個動作 OK 好 拆開了 那所以 所以他這個 他拆開之後 然後這邊就可以放進來一個鋼瓶這樣 對 那 恩 好 對 所以 這個就是 所以他運用上其實也非常簡單 就是 就是你把這個後蓋 後蓋 後蓋其實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技術 就是 就是往外一 因為他這個是卡損式的 所以你是往上一把這樣子 然後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拆卸下來 那拆卸下來之後 就把這個 這個當然 氣瓶的話 他 他這邊有一個壓嘴這樣子 那所以 你開了之後 這邊要插進去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可能就不在 不在開箱影片裡面 裡面 裡面是 因為 恩 欸他不用插電 所以其實我是 等一下直接裝好 就可以直接 直接 直接打 恩真的嗎 那他動力來源是什麼 太神奇了 好 我應該沒有露什麼 沒有 真的沒有電線 好 很有趣 好 這個 恩 因為如果現在拆的話 會有等待的時間 所以可能等一下 實際上 實際上操作的時候 再 再錄一個 比較短的 但是簡單來講 就是 恩 這個機器 你把它拆開之後 然後 你就是 很簡單 這其實就是 這個 真的比我想像中 簡單太多了 就是 我本來以為 會安裝 安裝上面 可能是 有一些這個 東西要裝上去 這樣 但是其實他 其實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 直接性 那其他就 就只有三個元件而已 就是機器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 嗯 氣瓶 然後氣瓶裝進去之後 就直接把你的水瓶 裝到前面這裡來 這個 裝到前面這裡來 然後 卡到上面去 然後你就可以做 做打氣的動作了 所以 恩 這個操作上是非常的 這個 該怎麼講呢 非常的 非常的簡單吧 就是你不需要經過的外 學習這個 這個 防袋式的裝置 那 他其實這個 安裝上也沒有什麼 也是防呆啊 因為 他其實就是一個 方向性的裝 所以 也不會有裝錯的 裝錯的 裝錯的狀況出現 好的 那這個就是 我們的這個 SodaStream的 氣泡水機 那 其實 其實這個 氣泡水機有很多 恩 他這個現在都做 做的就是有很多的鋼品 然後可能有各 各家廠牌 像這個是 SodaStream出的嘛 然後他就寫 這一瓶是60公升嘛 然後 恩 其實現在很多廠牌都是做 做 就是相容 所以你其實 你雖然是這個機台 是SodaStream 可是你之後買的鋼品 你也不一定要買SodaStream 你就可以看一下說 恩 現在這個 線上 就是 Amazon上面啊 還是這個量販店裡面 哪一個比較便宜 就買哪一個就好 那他通常 大概會叫你一次買兩隻吧 兩隻 兩隻這個 恩 60公升的 然後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那時候價錢大概是兩隻 30 美金上下吧 所以就是大概一隻15 15塊這樣子 那 那一隻就是 阿剛剛有講過 就是可以 一 可以用大概是 兩個月嘛 八到九個禮拜這樣子 所以 你如果一年 一年到頭 每天都在喝的話 你可能 就是 恩 兩個月嘛 所以你可能 他乘以六嘛 你大概會十二隻吧 欸不是 一隻 一隻用兩個月 所以六隻吧 大概一年大概就會換六隻這樣 六隻的話 如果一個Path兩個的話 你大概就是要買三次這樣 對 好 那 沒錯 那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的SodaStream 這個機器 它就是其實 他就跟你講說 恩 他這裡有說明書啦 說明書上面 其實就是 恩 對 他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 他真的沒有動力源 他就其實就是 透過這個 鋼品之後 之後 然後經過按壓 所以他就其實是 恩 他就單純是 把這鋼品裡面的氣壓出來這樣而已 所以 所以才會沒有那個動力來源 這樣不用插電 那這樣子很方便 這個 這個帶出去也可以打 這個這個鋁 這個叫做什麼 你如果出油露營的時候 也可以 也可以帶這個出去啊 然後 然後就是 你就有氣泡水可以喝 那只要 只要你有準備足夠水的話 那 那你就是這個 這個反正 因為他沒有不需要動力來源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這個 攜帶出去的這個好物 出油好物 好 那 嗯 接下來我們 可以來 介紹一下 這個 氣泡水 那氣泡水 其實 我喝了 蠻多品牌的吧 像這個 是 是一個 常見的品牌 然後 那個像 那個 那個 也是一個常見的品牌 可是 就是 常常都是比較高的價位 大概是 就是 五點多到六點 就是 一樣 就是說 如果今天買一樣的 十二品還是八品的話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那個Lacrosse應該只有 八品吧 可能沒有到十二品 還是十品 我太久沒有買 我只買過一次 因為 這個 買一次之後就發現很難喝 然後 就想說算了 然後 可是我知道就是 有一些人 就是 因為大家的 味覺不太一樣 所以 像美國人 其實是會 所以 我都會問 問人家 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剛開始當這個 這個 剛開始 喝這個 氣泡水的時候 都會問這個 超市裡面 在這個 氣泡水那邊徘徊 想要購買的人 然後問他們說 請問你們喜歡 喝什麼樣 然後 有一些 美國人其實 會推薦 Lacrosse 然後 所以我想可能 這可能是亞洲口味 和 美國口味的不同 可是 我個人 但是像 我 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其實也是喜歡 喝 Lacrosse 然後 所以 這不太一定 所以這可能只代表我個人的 味覺 但是我其實覺得 我的味覺還蠻 就是蠻 符合大眾喜歡的口味這樣 那所以 我自己是蠻推這個 Barthly 因為我幾乎他每一種口味都喝過 那 我不會說你每一種口味都可以去喝 但是我可能會推薦說 它裡面比較經典可能是這個 就是 西瓜口味的 所以 你如果 你如果想要 你如果有機會想要試 就看到 剛好看到 我通常都建議 如果你要買氣水 氣泡水的話 就是買特價 特價先買 這樣子 那所以 如果你要買 Barthly這個品牌 我會推薦 這個Watermelon 這個 這個 這個牌子 它是都是單一口味 像有的品牌 是 比如說像隔壁這個 隔壁這個 這個Kroger Kroger的話 就是它可能會有那種混合口味的 就是 可能 今天是 這個 什麼 A混B啊 這個 這個 水蜜桃西瓜 這亂講的 沒有這個口味 但是 但是可能會有這種 類似混搭的口味 但是 像 比如說這個 西瓜不錯 然後 或者是 Grapefruit Grapefruit 然後它是 我覺得應該算是 喝起來有點像 葡萄柚 但是又沒那麼酸這樣 那個也不錯 然後 對 所以 如果你要試 Barthly的話 我可能會推薦你 可以先試這兩種 大概比較不會踩到美這樣 或者是比較 會符合你的口味 那 這個Kroger 其實在食品界 就是 蠻常見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 很大的 這個 超市 就是它自己的品牌 這樣子 那 這個超市其實各地都有 但是 它可能是 它 在當地的名字不太一樣 比如說 在 Houston Kroger就是叫Kroger 可是 在 Milwaukee Kroger可能有 Pick and Save 或者是Metro Market 這兩家超市 這樣子 但是他們裡面賣的產品 還是 還是有Kroger自己的東西 那 所以 Kroger的話 我當初 其實 Kroger的食品 Kroger會給別人一種 就是 廉價的感覺 可是 所以有時候會其實 懷疑說 Kroger今天這個東西到底 到底 行不行 這樣子 但是 有時候是行 有時候不行 但是 這個 這個氣泡水的話 這個部分是 推薦的 真的不錯 然後 Kroger也算是 它就是有一種 標新利益 感覺 它就是要跟別人特意讀行 這樣 它有出自一些 很奇怪的口 口味的飲料 這樣子 尤其是 汽水 Kroger特別喜歡 就是改造 氣泡水 然後有汽水的口味 這樣 這個其實是 蠻常見的 這個 像 這個 就是Mandarin Orange 其實它就是 橘子口味的 那橘子口味其實 每一家幾乎都有 所以 這個可能比較 沒有 特別的感覺 所以 但是 如果你要喝一個 安全牌的話 Kroger的話 那個橘子口味是 OK的 那 我其實 不太有印象 這個 這個Buffley的橘子口味 但是我會推薦 另外一個品牌 叫做 Simple True Simple True 就是 可能不是各地都有 也許搞不好 就只有Milwaukee有 因為 因為它就是 它其實也是 Kroger 然後只是說 Kroger好像把它包裝 之後 然後變成另外一個品牌 這樣子 Kroger裡面比較高級的牌子 叫Simple True 這樣子 那Simple True 也會出自己有機的品牌 就是Simple True Organic 這樣子 那Simple True 它也有出 出氣泡水 然後那個的話 我就會推薦你 這個橘子口味 Simple True 我也喝了蠻多種 那它其實也很多種都不錯 比如說那個什麼 橘子口味的 然後 然後 我之前也有喝過 鳳梨口味也不錯 這樣 那它就好 但它也是單一種 口味的水果口味 這樣 然後 Kroger就是 像最近試到可口可樂的口味 然後我之前有試過 這個 它的 這個 沙士口味 但沙士其實 其實這邊是叫 不一樣的名字 這邊是叫Rubier 這樣子 然後 所以 美國Rubier 其實就是台灣喝起來 像台灣黑松沙士 然後 它也有出Rubier的氣泡水 然後我之前也有喝到那個 大家可能有聽過 就是 Dr.Paper 美國就是有一種 就是喝起來像藥水的 的汽水這樣 然後 美國當地人非常喜歡 然後 我原本想說 喝起來像藥水怎麼 這種東西怎麼會好喝 但我後來喝了之後 我也覺得不錯 就是可能 這個 可能小時候 太常感冒都在喝藥水 所以覺得 藥水不爽 這個 不會不熟悉這樣子 那Dr.Paper 那個口味也不錯 然後 其實像這幾種口味 我都有喝過原味 原味其實就是 你如果喜歡氣泡水的話 然後 你可能就會喜歡原味 如果你沒有特別說 每一種飲料都要喝 汽水 那你可能也要喝 很有風味 然後糖度很高 這樣的話 如果你 你喝氣泡水 喝一陣子習慣的話 你來喝原味的話 你會覺得你也喜歡 所以 我想 保守排 可能 原味也算是這種 保守排 然後 KOG他就很常出一種 很常出那種混搭的 混搭的口味 比如說 之前有喝過 喝過一些 就是兩種水果加在一起的 這樣 那種也不錯 但是現在 現在可能 我當下我可能會推薦 大家 如果你喜歡喝可樂的話 你可能可以給自己一個機會 就是說 欸 那個可樂也 平常如果你喝的量比較多的話 你可以 可以改一半 改一半改成 喝那個 喝氣泡水 然後讓這個 比較健康一點 然後但是還可以喝到 口味 可樂的風味 然後 他這真的很像 就是 我覺得最像是 Dr.Paper 那個真的超像 那根本就是一模一樣 然後 嗯 對 好 那所以 氣泡水部分 我可能就會推薦大家 這幾款 那 那個 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是到 到 我想台灣也是有 有氣泡水 這樣子的東西 那 如果你有機會 看到這些品牌的話 可以試一試看看 然後 我不知道台灣 會不會是 會不會賣 Kroger和 但是 如果有的話 可能Kroger會比較便宜吧 因為在美國的話 Kroger都是最便宜的東西 就是 你如果要找任何品牌 最便宜 就是 試試看可不可以找到 Kroger這樣子 好的 那今天這就是我們的 這個 氣泡水機的 小開箱 加上 這一些分享 關於這個 氣泡水的 我自己的 個人經驗 那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 你如果也喜歡 氣泡水的話 有機會我們可以來聊聊 這方面的話題 那 你也可以告訴我 你最喜歡的 氣泡水是什麼口味 或者是什麼品牌的 然後 如果你有使用 氣泡水機的經驗 歡迎你跟我分享 就是 有沒有什麼 小秘訣 這個可以讓它 這個 喝起來更多彩多姿 這個 增添一些色彩這樣子 好的 那今天就到這裡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